我们这一段种子群想要来打破林又昌林市长你的滤镜 来带你看到是说我们每一天的基隆市民关注的日常生活 它其实还有很多需要被推进跟改变的地方 所以我想要特别讲城市的行销它不是把美机开最大 我们就会看不到我们其实真的应该要改变的地方 城市的治理也不是开公关公司 对市民的真实生活来说就是现在我们可以在荧幕上看到的 很多人都在说我们的跨县市的国道客运 常常拖班减班等不到车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 那甚至是呢我们的公车不准点 没有办法让大家呢在基隆方便的移动 林市长你的亮点建设最重要之一的国门广场 人本的水岸空间要让大家可以方便的行走 那可以来就是在这边自由的活动跟办活动 但是包含我本人想要在这个广场上宣示我的城市理念 但是跟你不一样却就不断地被警察驱离跟驱赶 市民的日常生活是人行道不断地被围庭占满 甚至连行川线也都被机车给阻挡 那我们的1999的1到8月的路边围庭派案高达8000件 全部都在讨论的是围庭 表示市民对于基隆的围庭真的真的非常的痛苦 你也用色彩屋用非常多的观光打卡的景点告诉大家 基隆现在不再是灰灰暗暗的 基隆现在色彩缤纷 但是基隆真的是为外人而生的吧 我们基隆自己的年轻人 现在仍然是在面对的很高的房价所得比 那青年的穷忙也是买不起房的一个非常大的原因 亮点建设没有办法成就一座伟大的城市 我认为是说最好的城市规划 它不是来为基隆打造亮丽的人设 它不是要呈现给媒体看 它也不是要呈现给观光客看的 基隆不是为观光客而生 这座城市是属于所有的基隆人 我的路径不是把城市当作个人政绩的舞台 我是希望在日常生活里面 投入我们更多的市政中心跟资源来加强基础建设 移除这些日常生活障碍 我们刚刚看到这么多障碍 在这座城市的平凡的日常里面 真的让人感到幸福跟骄傲 这才是一座伟大城市的要件 我不敢讲说我做得很好 但我们有努力 有进步有在做 我们人行道的空间 人本环境的改善有嘛 也不只是市中心区啊 包括在中正区 从新北市进来 一直接到我们的潮清公园 潮清公园现在还可以接到 我们的救愈会大楼 这个难道不是改善吗 难道只有在市中心区吗 不是嘛 但是市长你有看到吗 我们基隆现在的交通 还是基隆市民最感到痛苦的地方 尤其我们每年还是有十多人的死伤 这个交通的问题 它除了我们现在的重点的道路 人行道的铺设 我们交通的改善 我们都一直没有在进行 我的意思是说 整体的资源 即使基隆市的资源在上 我们都应该把专注力 更放在这些日常生活的议题上